一人出局 打擊輪到的是第六棒的蕭逸民 蕭逸民呢一乘六七的打擊率 六個打數有一支難打 猛力一揮打在了右半邊 右來野手還在追 結果這個球是界內 是一個車不邊的安打 德州安打 車不邊的巧妙弱點的安打 這個球沒有打好 但是弱點巧妙的安打 切到自由落體對打者有利了 比賽來到了五局的下半 台中市對戰高雄市 現在高雄市是以一分暫時領先 這一棒打得扎實 在中所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一人安打 守名的打者蕭逸民 蕭逸民今天打兩支安打 安打都是他打的 現在高雄市隊友團隊兩支安打 都是由蕭逸民呢所打擊出來 上一次的打擊呢 是打在了右半邊方向的平飛安打 抓到這個球出手 結果是在界內喔 就是一個車不邊的安打 現在打者要準備上到二雷的壘包了 二雷安打 第六棒的蕭逸民 這時候敲出二雷安打 車不邊的一個二雷安打 接下來什麼車不打擊呢 還好是上個半局有得四分 否則的話這個兩分的話要追比較容易 所以又是一個三雷手的一個傳球的一個事物 造成一個四分的大局 所以心情之餘